肢气管炎和肺炎 它是两个不同的病 但是它都是属于呼吸系统的疾病 只是在呼吸系统里边的部位不同 就像一个大树一样 像支气管就像树干树枝树叉 这些地方气道里面出现了问题 肺炎就像一个大树的树叶 肺炎主要是肺泡 肺泡 因为肺是非常多肺泡组成的 很小的一个小气泡小肺泡 肺泡就像我们一个大树的树叶 树叶这些大的范围出了问题 所以我们肺炎就是一个肺泡出现了一个炎症 所以说支气管炎不同于肺炎 它两个之间也不能够互相包括 但是它两个之间还是有相关 比如说有些个支气管炎 这个支气管炎症出现以后 如果是没有即时的控制 它有可能会蔓延到肺泡 下一步有可能会出现肺炎 所以它两个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最好的 比较好 至少 半分之外 一分削 十分剧 肺炎 荒